Hello 各位坐等三千萬粉絲福利的螃蟹們 我回來了 友情提示 最後會有驚奇彩蛋 不要錯過哦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凱BOSS的語言天賦 說到這語言天賦啊 那不得不先說咱凱BOSS的母語重慶話 不論是以前錄短劇 不是 小孩子 還沒說啊 什麼短的 立了一個冷革爛肥 而現在錄節目的時候 凱BOSS都會時不時地冒出一句重慶話 讓人覺得親切又很可愛 但說到重慶話 最經典的還是他的Rap 如果凱BOSS參加中國有嘻哈 那又會怎麼樣呢 下一位 下一位啊 該鳳鄰居 嘿 該鳳鄰居借了一條 他聲音控制得很穩 他又有技巧 個人特色 比較是自然的 來 下一個人 快哦 三二一 重慶又走三 三上又走兩條 城頭的人 你是打的黑市人 我覺得不行 重慶又走三 城裡走城 城頭的人 你是打的黑市人 我覺得他分心了 因为他是这么多来参赛的 第一个去找镜头的 下一个 我好像有一天 我能拥有瞬间一种力气 保冷力 但在帮忙的工作后 可以收力一下 达到人或相处的地方 看清方化 实际云娟引述 踏遍天涯万岁千山 我觉得 我果然没有错看你 非常好的 加油加油 看好你了 在凯波斯没有在北京发展以前 他说的普通话都会带些重庆口音 不想去 然后就想自己把学习搞好就行 但现在一出口 那就是北京腔妥妥呀 不是我说话你干嘛呢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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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喜欢把内裤在外边上 在易烤上的朗诵 凯波斯的普通话也是相当的标准 完全听不出有口不音呀 他不是在寻求什么幸福 也不是为了逃避幸福 而奔向他方 你看 下面是比蓝天还要清晨的毕波 而上面是金黄色的灿烂的阳光 因为凯波斯的偶像终于人的原因 所以凯波斯有时候说话也会自带台湾腔 例如这样 是拿到初中毕业证了 我再也不是初中生了 对啊 我帮你给你准备点吃的 准备好玩 当然 米迪偶尔还是会模仿偶像口音的呢 看一下 这个这个钱包里面有个小卡 然后这张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当初这张的女性好 这张照片其实是我小学六级拍的啊 当时还不知道为什么会拍这张照片 但是你知道一忙起来 就没时间去准备新的照片嘛 然后 也跑到外出去拍照片会被认识嘛 所以就拿小学照片当高中的小卡 那说完普通话部分 说说粤语吧 三周年的见面会上 凯波斯第一次用粤语跟粉丝打招呼 大家好 我是王中海 嗯 作为一个广东人来说 这粤语不看字母 我也是勉强能听懂啊 保证不打死你 不过时隔一年后的生日会 凯波斯竟惊喜地唱了一首粤语歌 海阔天空 发音那叫一个标准 这会我不看字母 都听得如痴如醉了 因为你都닝 被流淋上 随眼都合一 那会把油牙听进你拱魔 背流淋上 随眼都合一 那会把油牙听进你拱魔 除了中文 凯波斯的英语也是不错的 小时候说英语的时候 还是会带上一些重庆口音 例如这个 看玩笑是这样的 而在去年参加纽约常常宣传的时候 凯波斯的英语已经大有进步了 不自我介绍毫不怯场 虽然身边有翻译 但还是会尝试用英文回答 你看把翻译哥哥都给搞懵了吧 除了英语 凯波斯还会多种外语 例如意大利语 日语 法语 其实啊 这提到的语言天赋 并不是指凯波斯精通各国语言 而是指凯波斯学习语言的能力很强 小凯现在已经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学习 将来也一定会收到很多的表演作品 很多演员都是因为作品的需求 而后天袭的语言的 例如 今天 李冰冰 所以我相信 依凯波斯的能力 将来在语言水平上 一定会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最后 安利一下哦 王俊凯正在闭关拍摄 解忧杂货店 大家都多关注哦 王俊凯正在闭关拍摄 你却没有好好珍惜 聖制作词 七肚 admin 汉凯正在闭关拍摄 我心以 sebelum 译剑通 transforms 周钮 蜜蜜 旅 שה 父 天日 好了 整个冬天在你家门 Are you my snowman 我只迟 迟迟的等 好了 雪已经寄得那么深 Merry Christmas to you 我深爱的人